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岚 今天是9月13号 星期三 今天为您带来的消息有 今天习近平在会见委内瑞拉总统的时候 透露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与此同时 美国众议院与华尔街闭门举行了兵推 结果显示台海战争后果惊人 美国中央情报局被报 收买官员更改疫情溯源报告 美国众议院将会展开调查 川普正式要求联邦法官回避 民调显示 川普的竞争对手将会再次减少 G20中国代表团惹闹剧 与印度保安对峙12小时 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会见委内瑞拉的总统的时候 他提到了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与此同时 中共正在享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吞并台湾 而今日 华尔街参与了美国众议院的重要兵器推演 结果显示台海战争后果惊人 而切断资助中共刻不容缓 据中共喉舌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今天13日在北京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谈 两人共同宣布 将中委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委内瑞拉成为了中共的最亲密盟友之一 会谈当中 习近平向马杜罗说 改革开放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并且会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网友调侃 委内瑞拉跟中共建立盟友关系确实有实力 有实力要钱的盟友 习近平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 就是要把加速中共倒台进行到底了 中国的经济下滑确实已经让中共捉襟见肘 甚至都打起了台湾的主意 中共为实现与台湾统一的美梦 不惜软硬兼施 除了不停派出军机军舰威吓以外 最近更是施展软弓 昨天12日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与台湾融合的措施 希望福建成为对台示范区 台抛台商登陆第一家园 政策要吸纳台湾人在福建工作 学习还有经商等等 更是扬言要让金门居民在厦门 马祖居民在福州享受与当地居民同样的待遇 看似是会台政策 外界认为这根本是想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来吞并台湾 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先生对希望之声分析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体制 中共是一个独裁体制 随与火之间怎么相融呢 如果说是夏京融合区以金门作为一个融合的对象 那是不是中国大陆也应该开放一个地区去实行 所谓的台湾民主示范区吧 自由与政治之间到底要怎么样融合 用常识上来判断就可以知道这根本就是一片谎言 试图在所谓的无理统一不成之外 要用这种所谓的怀柔的或者是招安的策略来迷惑台湾人民 所以我想这是一种和平的烟幕 在选举之前试图要进入台湾的选举 乃至于说要用经济优惠来统一台湾等等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对台政策上的一种非常弱智的表现 台湾人民智商那么高 教育程度那么普及 除了一些对于中共的本质 乃至于台湾关系与严重缺乏了解的人之外 我相信当然台湾没有几个人会上当吧 目前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的风险 远远超出了台海冲突的范围 本周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 和华尔街的高官们举行了闭门的兵器推演 模拟美中因为台湾起冲突带来的经济以及金融冲击 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 在昨天9月12日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 北援会请多位华尔街高管参加了兵器推演 这次兵推不含导弹鱼雷 而是重点分析中共攻打台湾将会在制裁 航运路线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 供应链和经济战领域给美国带来怎么样的系统性的风险 这次兵推结果提醒的是 美国现在就要采取行动的重要性 加拉格尔说现在做越多让供应链移除中国 阶段流入中国关键领域的美国资本 未来就更有机会解除危机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陈兴松先生对希望之声分析 我们在讲所谓的二次冷战跟一次冷战不一样 一次冷战是用核武器来威吓对方说这是相互的毁灭 二次冷战就是金融跟科技战 尤其在金融里面如果美国停止所有的金融的输出 做一个大的切割 特别是在未来国际清算银行里面的切割 中国势必要全力的反扑 反扑的话就是包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未来几年里面 加拉格尔认为美国财政部 商务部 没有正视台湾危机对全球金融经济的冲击 并且呼吁美国必须确认行政部门 有想清楚危机的非军事层面 我觉得这一次他们的兵退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不能排除一个独裁者 在寻求最后涨钱的机会里面不择手段 如果有一些不利的冲突 那么这些经济跟金融的制裁势必一定要拿出来 一拿出来也有可能就是一种相互的毁灭 而你更多的排在对方的手上 你就更处于不利 所以我觉得他们推出来这个兵退 呼吁美国的企业必须要重视这个风险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推理 加拉格尔认为 华尔街完全没有把中共当成威胁 华尔街的企业现在还在将美国退休基金 投入到协助中共军方建造炮弹 战斗机以及航空母舰的企业 还有的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掌门人告诉他 未来五年中共侵台的几率为零 而另外一个人说 就算中共对台动武 美国也不会认真制裁中共 加拉格尔警告 台海一旦爆发冲突 中共等于是用美国人资助的武器对付台湾 美国官兵也很可能受害 我们如果持续地资助中共军事野心 延后提供台湾关键军援 印太地区就越有可能爆发冲突 从川普时代开始一直就是希望台海之间的冲突 不要真正使用到美国的大兵 因为美国对任何人的声明基本上是非常尊重的 西点音效信念就是说要用孙子兵法的不战而驱离之兵 事实上这个2028年的兵推跟未来的产业链的转移 或者是金融战 货币战都是息息相关的 美国目前不断地在脱钩 看得出来中国也在做脱钩 习近平也有在做战争的准备 最终的情况就是科技业或者美国产业界 如果不撤出中国 将来是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风险 综合福克斯新闻和顶尖期刊《科学》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监督继疑问责委员会在昨天12号披露 一名举报者作证指出 美国中情局以高额的金钱利用6名调查疫情起源的官员 把原先有低度信心认为大流行病是源自武汉实验室的这个结论 改为了无法确定来源 对此CIA强烈否认指控 据报道说 美国众议院监督继问责委员会在新闻稿中提到 众议院大流行病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温斯卓普 以及众议院委员会主席特纳 已经联合致函中央情报局 以及一名中央情报局前官员要求他们做出解释 新闻稿中提到 一名举报者对众议院作证指出 中情局指派了7名经验丰富 有丰富科学知识的官员调查病毒起源 其中6名官员认定 从取得的情报以及科学证据来看 足以对疫情起源源自于武汉实验室的这个结论 做出信心不高的评估 而第7名最资深的官员则认为 大流行病是源自人畜共通传染病造成的 举报者披露 这6名官员获得了大量的金钱 改变了他们的立场 温斯卓普以及特纳在给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的信中写道 这些指控是来自于一位非常可靠的信息来源 并且要求中情局提供新冠调查小组成员的 所有相关通讯记录 文件以及薪资记录 薪资记录包括任何财务或者是基于绩效的奖励财务奖金 此外他们也致函了前中情局首席营运官马克里蒂斯 因为举报者认为 他在塑造甚至得出 CIA无法确定起源的最终结论当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 这两个人要求 马克里蒂斯在9月26日出席问讯 6月份的时候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向国会解密大流行病溯源报告 指出美国情报圈无法得出疫情是否是由武汉实验室外泄引发的 或者是由受感染动物的自然暴露所引发的结论等等 目前 对于收买官员的指控 中情局则发布声明强烈否认 中情局公共事务部主任索普在声明中强调 中情局致力于分析严谨性 完整性 以及客观性的最高标准 我们不会支付分析师以达成特定的结论 我们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些指控 并且正在对此展开调查 而另外一名中情局的官员也表示 分析师通常会在工作完成以后得到奖金 但不是因为达成特定的结论 9月11日 川普总统已经正式提交了法律动议 要求负责审理他2020年大选案的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查特坎回避审理此案 目前 川普人气还在攀升 将会在9月15日参加两个峰会 川普提交的法庭动议指出 查特坎法官之前对两名涉及到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被告判刑时 就批评了川普 而这些批评让人觉得这名法官在案件开始前 就预断了川普有罪 所以川普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 因此 动议要求查特坎回避 并且要求法院将这个案件随机分配给另外一名地区法官 查特坎给这个案子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团队三天时间 让他们考虑对川普的动议提出反对意见 之后再给川普三天的时间 对这些意见作出回应 查特坎是前总统奥巴马所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 他因为对几桩涉及到1月6号国会事件的案件 做出了严厉的判决而闻名 审判学者德肖维兹认为 审判必须是公平的 而他认为 目前川普已经被剥夺最基本的审法权力 因为四项审判存在两个主要的审法问题 首先是川普的审判时间 因为截止到目前 除了定于下个月开始的一项案件以外 其余都会计划在明年3月开始的初选中期进行 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公平审判 他认为 抓捕川普的团队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给他定罪 并且影响2024年11月份的选举 即使这些定罪在上诉中被推翻了 也已经达到了影响中间派选民的预期目的 德肖维兹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审判地点 在华盛顿DC 而纽约有超过70%的潜在陪审团的团员 投票反对川普 富尔顿县的数字与纽约的数字是相似的 只有佛州联邦审判是可以确保中立的 目前深悲多达90亿项指控的川普 受欢迎程度仍然是非常高 川普在9月15日将会在华盛顿特区 出席女性领导人峰会参加晚宴并且会发表演讲 在之后 他会马不停蹄的在福音派活动团体 兼智库家庭研究委员会 在DC所举办的峰会上发表讲话 而新喊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州长苏努努近日预测 川普竞争者还会减少 他说没有资格参加第二场共和党总统提名辩论的候选人 需要退出竞选 首长共和党总统辩论当中 已经有6名候选人被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设立的门槛 给挡在了门外 下一轮辩论会在9月27日 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 民主党民调分析师鲍曼也承认 形势非常明显 如果明年举行大选 川普很有可能会赢 今天13日 印度媒体爆出 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场外 中共代表团成员意外的演出了一场闹剧 中共代表团在德里泰基工五星级酒店 与印度管理层发生了长达12个小时的对峙 虽然习近平没有出席G20峰会 但这个代表团的行为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外交礼仪 峰会代表团成员通常可以将不经审查的行李带入酒店 然而保安人员发现了中共代表团所携带的一个异常尺寸的包 引起了高度的警惕 据新德里电视台的报道说 酒店员工后来在中共代表团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两个装有可疑设备的袋子 事态随之升级 酒店管理层要求中共代表团提交行李进行例行扫描 但是中方拒绝 导致双方长时间对峙 印度保安人员在酒店外等待了十多个小时 但是中方拒绝保安人员检查他们的行李 消息人士表示 最终中共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 决定将行李搬到中国大使馆 这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因为鉴于中共在世界各地的监视活动 有人怀疑这些设备可能是某种间谍设备 印度高级官员告诉印度时报 他们没有机会检查这些设备 因此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是间谍装置 此外 中共官员还提到了一项可疑的要求 就是要求在酒店提供独立的私人互联网连接 而不使用酒店所提供的网络 但这个要求遭到了印方的拒绝 这一系列事件令人瞠目结舌 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 订阅 留言和转发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